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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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无上圣声为妙法 百间万劫难遭遇 我今见闻得受持 我今见闻得受持 愿觉如来真实义 愿觉如来真实义 阿弥陀佛 好 我们 离上次上课有一段时间了 那我们这次 要来谈这个 达摩主持的破相论 那 谈这个课啊 有一些用意在 有一些用意在 当然如果从名称上 或是大家如果有机会先看个文 大概知道这一段文主要是讲的是什么 那我们上一次是讲净土 好 那讲净土的时候 欸 当然净土里面 我们在谈的时候 也是从 是到礼 乃至这里面隐藏的 所谓的 呃 慈敏念火 到后头的 慈强念火 所以其实在礼上 啊 属于念火的比较真实 一些比较更彻底的内涵 我们已经有谈到 但 其实很多佛法的观念啊 必须反复不断的思维啊 嗯 在这里在还没正式谈之前啊 也帮 也提供大家一些观念 我们经常有说文法 欸 我们比较习惯的是把一个 当然一个科目一个科目的学习 本身有它的意义在 那或者是一个经一个论的学习 有它的意义在 那问题就是说 我们有往往忽略了一个 最核心的一个东西 我们要建立的是那个根本的建 嗯 嗯 我不知道上次有没有跟大家提到这个问题 嗯 我们现在太容易被一些后头的这些 所谓的 嗯 很多观念啊 给复杂化了 好 在整个修学当中啊 有些观念啊 嗯 慢慢 我们讲说 太人工了 太后来的人的 太多的一些知见啊 给弄得复杂了 如果大家有机会去细看过去在修学佛法 他们比较没有那么多的中门观念 他们大概就是一条 我怎么去抉择 那我怎么去处理解脱 对不对 就是他没有那么多 我们像现在我们一开始就是 我们很多见哦 一开始先复杂 我们把太多后天的人为造作的因素啊 就一直先考虑到 结果忘了 我们原来最核心的东西 忘了我们最核心的一个东西 嗯 先谈之前啊 有一次我到马来西亚上课 那上课的时候 上完刚好有一位居士啊 他算是 算是相当有地位吧 在他们当初 当地的名称算是绅士 嗯 有一次就在生 这个 他说他是 他是佛教徒 他自己也读经 但又不像我们很传统的这样的佛教徒 哇 很谨慎啊 他有 有些问题啊 你看他问的好像有点不按牌理出来 我听说一些法师啊 因为他是一个律师 是一个花角 那 也很会懂得护士佛教 那 有时候 如果我们造场啊 法师啊 请他帮忙法律啊 啊 这问题啊 他来 嗯 没问题 这个交给我 好 那我们来谈论何谎 他说那个 那个我交给我 你们不用管了 那个由我来处理 那我们现在来谈谈谈谈谈我啊 那开始就一直问 所以 我听有些法师讲说 有时候也不知道怎么回答 因为他这个问问题啊 向来也不按我们牌理啊 问问题 嗯 那一次 我刚好在上课 上完他们也一起去那边 他就刚好坐在我对面 他就是知道我是来上课的 就一直问 他说 嗯 他也很客气啊 他说我这个问有时候不按规矩来 嗯 不过他很有一些观念 在这里我看到什么东西 他说我会学问 但我这个学问不是一般做学问 我是会学会问 嗯 对 他就是会学会问 所以他不受我们一开始的一些不必要的耶稣 因为他又不是说他是一个什么样的多虔诚的佛教徒 他每年会固定栽生哦 啊他也 他的一位法师 算是也是师父把往生的时候 他也来念我 但他这个人比较不受耶稣 当然我们不是说每个人以后就学这个了 但我们现在想的就是 当我们不断的在学火的时候 有时候把自己原来的最单纯的动机给复杂化了 把很多的想法给复杂化了 我们可能守住了很多的外壳的东西 但忽略了我们为什么要来学火 我们可能学了很多东西 但也学了旺的时候 但我们如何建立一个证件 那我们懂得这些能用吗 我常讲的就是我们吃很多药 你为什么吃药 大家不是说都要吃吗 那你病呢 我不太清楚了 反正他们就叫我吃我就吃 吃几年了 好几十年了 有没有笑 我病在哪我都不知道 我怎么知道有笑没笑 那我就是吃啊 也依教奉行吃了好几十年 那又如何 所以有时候反而不如那个 我没有受到很多的干扰 我没有受到很多啰嗦的东西的 复杂的 像台湾 咪咪咪咪咪咪 太多的咯疼了 太多啰嗦的事了 结果把我们原来最单纯的动机给忽略了 这个为什么 这会产生很多问题 当你进入到一个修学环境的时候 你如果也养成这种习惯 你会忘了你为什么会来这里去 你可能一下子跳入人我示威里面 在乎说佛门怎么这样子 佛门告诉你世间苦空无常 谁告诉你说佛门 就一定是非常如何如何 对不对 所以会把自己心慢慢越狭隘住了 又忘了我们当初为何而来 那也就是说我们在修学佛法的时候 经常被这些什么中门啊 这些弄法弄到这些 那我文法所为何来 所以之前我们有没有看到 我们读中观读维士 读到变成两个脑袋 有两 读印度的就 人格分类成两种 中国八中就八块 你再读下去你不疯了才怪 你读这些为什么 你应该回头问 我为什么来读这些 所有的东西回归到原来的东西上啊 你会发觉学佛的味道才出来 那这个居士很有意思 他说 他说我会学会问 可是我看他很多问题 他用了很多名词怪怪的 不过的确有些问题 的确是他 他说假如不了解佛法 不了解学佛的意图 就像狗在咬他的尾巴 一咬尾巴就跑 因为他就连在他身上 所以他一直就在那原地绕 没有抓到核心的东西啊 就在那绕 其实这就是我常讲的 我们本来是为了破五蕴 去执着修行五蕴 不知道破五蕴 努力修行为了要破五蕴 却是在 在站在一个本 本质上的某一个执着里面修行 就某一个执着 就根本的执着 就是他其实还不知道下手处在哪里 这个之前我应该有举的例子 就是我们到梦中里面去 去恶修善 却不知道从一开始 梦中一切一切都是虚假 所以我们会在修行当中 另得一个肯定 以便你破除另外一个你要火定的 就即便你破除了很多火定的东西 但本质是建立在某一个很根源很细微的肯定上 所以你根本一点都没有动摇你的生死 因为你所有对一切世间法的放下和火定 竟然全部功德归向上帝 那个修行无韵 就一直到 对不对 我要咬他 结果他跑了 他咬他要跑了 我看到的是一个 因为他有时候谈起话来 这个律师谈起话来 不一定照这个规矩来 但我同时可以看到他的脑袋不受任何 不必要一些扛不必要的一些挂害 因此他可以直接忠实自己的想法 我认为该问我就问 我想谈就谈 结果反而可能会更直接碰到问题的核心 我们却被旁边的枝末的东西给压住了 压住到我们原来的那个创建 原来的那个很单纯的求道的灵敏之心啊 很敏锐的那个心 被周边的枝末的东西给抹杀掉了 是不是这样 好 结果我们有时候会被 在修学这条路旁边的这些 花花草草忘了你要去哪里 我们被很多的观念弄得很复杂的 又忘了 那我协着观念干什么 我不是增加我的知识呢 还是为了要回家 好 这之前所讲的就是 我累积了很多地图 但从来不知道怎么回家 就是你没有把地图 汇成你的家 回家的方向感 这个一定是要我们不断的 要不断的回头去确认你当初的核心 发心啊 或者说你很容易就走失掉 很容易就迷失在这个过程里面 所以当我们在学很多东西的时候 假如你能知道你为什么而来 你会不断的问 我讲过的就是说 我们现在学法来讲 基本上被动性 有啦 有一个大方向想修学 不过这个修学啊 就是没有经过更深刻的努力啊 不是很清楚你到底要什么 你大概有一个笼统观念 我要解脱身世就这样 但这个心智啊 有时候就是在一个大方向 大方向可以 可是细微的地方不大清楚 所以你不会急着想要问 或是你的努力啊 会归到一个地方去 所以如果你确定这个观念 确定你的方向的时候 你人生的很多啰嗦事啊 你会尽量说 所以能过就好 那我今天只要有机会能问 问那个我怎么回家 就是说 在这边如果在路途当中 有人跟你打招呼啊 啊 应付一下 你会急着说 赶快赶路回家 对不对 我必要去跟人家打个招呼 可以啦 过路有什么东西 打个招呼可以啦 可是你不会耽搁太久 逗留太久 你会想赶快回家 也就是说人世间所睡的事情 你会很 你会很 你这样 地境无常 他也带给我很多痛苦 我不要他 我随眼就好 但到在何处 这是我一直在追的地方 寻寻觅觅觅就是要寻说 回家的路在哪里 那个心会很恳切 所以一旦有机会 他会把 所以我今天不管听什么法 我都会把他 汇到那个地方 到底他形成我怎么样回家的 那个稳定力 那个心会很肯定 很确定的 那这种心情一旦有了 你学佛的态度 跟学佛的力道 会感觉会不一样 会感觉很扎实的感觉 那我们现在文法的用意 不在于说一刻一刻的结束 一颗一个的碗 而是也不一定要很多东西 你不用去把 当然有时候要考试 你们就忍耐一下 我们也是被内带过来的 因为有时候考试也逼大家 可以用点心 但其实有些东西 我觉得学佛 务必要 不要到最后被这些 世间安排的东西 给左右了你的那个欢喜心 你努力 你面对得了就好了 好 那你努力就好了 那最重点 重点在哪里 你学佛欢喜 你想要把你所懂的 你发现你这一几年的修学 让你的那个佛法的方向感 越来越清楚 所以有时候我们一开始 假如我们一开始听课 就希望有一个设定说 我们希望我们的成绩好的时候 那个整个修学的意趣就变了 你就不能用你的心很自然的去跟这个法相应 你带了太多的意图了 就像早期大家自工义工都是为 就是自然自工义工嘛 现在国外有时候为了审查你的入学资格 他会问你有没有参加过义工的这些 那个资格 如果有的话 你入学的考量就会 你的成绩就会好 他不一定往学业这方面 他会考虑到你的活动 你有没有参加各种社团 或者你有没有参加志工 你参与社会活动 你有没有这种重心 但因为你把它加入到这种现实考量以后 我们就不知道到底你参加志工 是为了个人利益还是那一份心 就乱了 虽好意 但就破坏掉了 就像以前我们的政府想说 政府以后寺院要定价格 怎么样 我说定价格 是好民缴税容易 但寺庙就庸俗化了 你为了防抹一个微小的币 但让很多寺庙变成庸俗化 就是价格化了 对不对 我要有人恋财 那是少数 你不要因为少数 就要求所有的寺院走这条路 你要鼓励人家志工 结果弄成这个样子 是不是 那如果我们为了某个币 另外一个气苦的世俗心 我们文法就不大前进 我们现在因为大家一直很在乎 有没有设例子 结果现在设例子到处都是 就连真的我们都怀疑 对不对 现在你哪一个呢 我也不知道他是真的还是假的 太多了 是不是 你要少一点大家还 少的 假设例子都败成成真的 现在因为多的 真的变败成变假的 谁理他 所以有时候有些人心庸俗 把很多问题给带坏 所以我们在文法当中 有时候并不 你量力而为 你很多东西都记不了 但你必须要不断的借着佛法的熏修 慢慢一点一滴的去熏 把你的身心转化 有些人那支持不一定好 所谓支持不一定好 是从世间法 那他跟他你不要让他用的 让他失去了修学佛法的依乐心 如果他有欢喜 我能学多少 学多少 我带着恭敬心听法 我们上次上课不是讲周历盘偷鞋吗 我们在座任一个都比他聪明 但在座一个哪一个会成阿罗汉 我就不知道 对不对 你看 我只举那个例子 周历盘偷鞋 他那么笨的 但他有一个什么 他哥哥啊 一个尊子叫他还俗 那就是不要 不要 要是我们大概 既然这样 难得有机会 反正当初选错了 这次终于有机会 里有找理由 就溜回去了 他不会 他就在门口哭 人家佛陀找到他了 跟他讲说 你跟我出家 你跟我学 又不是跟你哥哥学 那你会不会扫地 他就叫他扫地 你看周历盘偷鞋 多老实 佛陀叫他扫地 他就扫地 像我们现在如果叫你扫地 你是谁啊 我辛苦来这里出家 你就叫我扫地 可是你看周历盘偷鞋 就是佛叫他扫地 他就扫地 结果正果的就是他 第一个他对 对出离 对施不疑惑 对法不疑惑 他虽然很笨 但有这么一个雄厚质朴的心 他就因为这样正果 我们不是啊 我们老实不来啊 是不是 那可是我们现在如果把持的是心 就是我们欢喜文法 好 当哪天你考到林诞 还会笑的时候 这个分数就可以拿来 改为一百分 不过当然也有可能是因为 已经过赖地了 灵魂还没有惨悔心 这是另外一种 那有的是他发觉 得不得到最重要 四千零单再多考几个 就变成两个零 就再加一条六条就一百了 这个问题就是我现在最重要的是 大家在文法的时候 尽量保持一个很自然的心情 当然我们现在这种课 应该还不至于给大家太多的压力 不过就是说 也面对其他课程也是这样 尽力而为 因为有些课程的熏修 它不在乎你马上感应 而是在不断的熏修当中 慢慢对法产生一个习惯 就是以前你会听得很困难 慢慢你会熟悉的 其实它是有在感应 但你急着用四千法去衡量 它有没有作用 这一份多余的心 经常又让它变质掉 我们经常后天的人工加 加太多不必要的东西 让很多文法开始变质 不欢喜 就学到最后好像学很多 但身心也没有轻啊 越来越沉重啊 是不是 人身重 连眼睛度数也重 都重 其他也没这么轻了 对 好 所以说在这个当中 我们现在从另外一面 从净土法门转到这个 因为为什么选这个 它也有一定相关性 好 那我借着这个地方提供大家 另外一个对法的思考 对法的思考 那也许 第一个是我们先建立一个法 那也许可以从另外一部分 破除某方面的执着 那破相论就有这个作用 那我们既然之前谈净土 我们不妨就从那个庐山 连宗保健里面有一句话 我念给大家 我没有列出来 不过大家听一下就可以了 他说见世人不悟尽心啊 不悟就是不强求 不用心仪 悟就是认悟的悟啊 不悟尽心 不知道去怎么去尽这个心 只是口念佛名啊 连宗保健啊 如山啊 是不是 净土宗的吧 老祖 老祖师啊 是不是 好 那见世人不悟尽心 只是口念佛名 于其心外求佛 于其心外求佛妄想之所 而不至尽其心 心造诸恶 是为至上其佛 就是心造诸恶 四位 是可以觉得 就是应该可以说 就是自己丧失的 丧失其佛 至上其佛 又何更别求佛灾啊 就是说你看 这不是在净土上 他强调是念佛 不过他强调说 如果你不求以自 净化你的心 直嘴巴念 也没什么用 好 于其心外求佛妄想之所 那我们现在就是 整个念头 其实 转过来另外一面 我们透过另外 先让你安定 在这个修学过程当中 先得一法安住 然后开始 让他的杂质 慢慢荡出掉 这个念佛的念 更加的 存化 是不是 这当中有些 我们在念的时候 得一时安定的时候 如何让一些不必要的 一些瓜葛 把一些不是佛法的东西 慢慢重溢我们的观念的 建议的时候 慢慢敌清 把一些妄想慢慢去除 把一些疙瘩去除 所以说 如果你心道诛恶 这至上其火 自己丧失的火 那你为什么还要求火 好 所以我们在学佛 念佛当中 不是我们常有讲的 念佛就是念那个诀 是吧 我们常讲 因为火就是诀 那念佛是念那个诀 所以因此真正的念佛里面 一定会隐含的一个诀 因此 我们怎么看待一个人修学 有没有进步 不在乎他有哪些感应 在乎他有没有觉醒 在乎他有没有觉醒 所以这里面有很多东西 我最近一直在提一个观念 就是说 有的人没学火 但他知道自己没学 他会生怕他自己因果轮回 因为他没在学 那至少他还有一个警觉心 那往往我们在学 但学半调子的 那会怎么样 延误就医 第一个 学半调子 因为没有治到病 但以为在治病 所以延误就医 会不会有点问题 有 很多是这样 所以 在学的时候 务必要知道 我们所学所为何来啊 到底为什么而学 假如你学 所以我之前不是跟大家讲 我们在学火的时候 一定要很清楚 一定要有一个检证的机制 检验我们自己的机制 就是说 当我们在学的时候 你是不是有另外一条路 去观察 你有没有 你的体现动力 对 包括修禅定也是如此 很多地方 他都必须要让你 他必须要你正知 在你修禅定的过程当中 有时候 看似你已经稳定 其实内心已经黯淡了 或是说 你其实是在一个背后 一个稳定的执着底下 却让你看不出到他的污垢 他对你的一种疏忽 也就是惯性的执着 已经稳定到 跟你的身心融在一块 所以因此你不知道 这个最可怕 不妨在这里也再讲一个例子 好 这个例子是最近发生的 有一位法师 他非常优秀 我本来在一个道场 那个道场是我刚接 接完以后我交给女众 后来现在另外 女众另外成立一个地方 那这个道场就改为南众 因为有南众要讲学 有一位法师很难得 持戒很惊严 各方面都不做 那就是 我们就在这个过年啊 就想说过完年 马上就形成一个圣团 几个比丘 然后形成一个比丘圣团 这一位比丘 对我来讲 我觉得也相当难得 真的是 人啊 人品也非常好 跟人家互众都非常好 好 很容易为大众想 结果过年的时候 他去处理他的一些个人的事情 以便他能就专心进入圣团 结果一出去就没回来了 往生了 往生了 就短短这二十天 从发病 我们知道有这种病 就走了 这个过程当中啊 我想就是说 这个 我 这个例子我在很多地方都讲 因为我觉得他 我姑且把它当作是一个菩萨事先 因为 有时候我们讲很多道理啊 听太多了 那 如果造善得善果 你不相信 那佛菩萨就造个善得个善果给你看 你造恶得恶果 你不相信 我就造个恶得个恶果让你看 用实际例子才能让你刻苦民心 那这个无常 我好像光听到这个例子 就在我们 我常讲的就是 殷隆晚哉 我们讲的殷隆晚哉 就是真的是 我感觉就殷隆晚哉 因为就前几天就在坐在这里 过几天就帮他读念 你会觉得就是殷隆晚哉 虽然我们的缘不是很深 但 对一个很有心要修学的人 就有一种疼喜之心啊 有点像兄弟这样 他突然不见了 你有时候会觉得 这不是前几天就坐在这里 现在就不见了 再也见不到 那种感觉很说不上来 所以我光这么一个视线啊 大概比你念一万遍无常经都有用 对不对 那一下就没了 他也念活 那这个就要看他的功夫 因为大家要去及时要参与去帮助他 至少到最后祝念嘛 对不对 因为祝念一定有用吗 有用 但也不一定有用哦 不然你现在坐在中间 我们大家来捶你一下 就驾驾祝念看你会不会生气 对不对 那瓦跳跳就不好 又要死了 是不是 不然你现在哪天哪个人起烦恼 不用处罚 大家围绕着 哦 哦 米婆我看他会不会就停下来 他还不是在哪 我管你那么多 是不是 祝念有用啊 但也要看怎么有用啊 那如果这样比心比心 请你再 请问你在这短短时间里面 你能调整得来吗 是不是 我们经常设想我有多少时间 没有啦 宜教经 很多地方都讲说 呼吸之间 四十二章经 对不对 就呼吸之间 这个才是啊 尤其四十二章经 有提到吗 应该是呼吸之间 一个路道者啊 不是说我有多少天 或是有一天 不是就是一路一出 就断命 这样的人才能是一个道人的想 实际上现在我的发觉就是说 这个无常心不建立起来 我们的修行经常是半吊子 我们都对世间尚且保留一点依赖之心 一点肯定之心 然后再修修 就是说 其实你是在一个很 我刚才讲的 根源的执着底下修那种散乱心啊 结果事情一来 你能笃定多少 祝念 祝念大家会做 但问题你准备好没有 这太快了 你要是说我慢慢生病 那还有准备 一下子你能准备吗 是不是 那请问 你如果换做你 你认为你有多 你需要多少时间才心安定 你不要现在讲 你这样讲回讲 事实上你能做到那是另 我们现在 因为我看到很多人 往往得到病的时候 刚开始 还没病相很严重的时候 我都觉得没问题 可是到最后都在动摇的人 几乎都动摇 动摇是什么 希望给生命多一点延续的机会 这份求生存的心情 无法回避 人之常情 但问题 当你有对世间生命的爱做的时候 你的尽性心 你那个亲近的往生心 就不容易生起来 你要知道 因为这份对生命的爱做心 跟尽土心是不相应的 但偏偏在这个时候 只要还有一些机会 比如说你现在突然听到说有问题 你会不会相信 如果有人跟你讲 某某人 吃了都好 你会不会想吃 会吧 想尽办法都去吃 会不会 会 都会 是不是 如果对方跟你讲 非常有用 即便你是默契的 很多默契都被人家救好 真的喔 眼睛就亮起来了 本来阿弥陀佛 变成阿弥陀 那个人去了 那某区那边 会不会 人之常情 但不就是因为这些人之常情 才叫做 我们也是人之常情的轮回者之一 所以 这问题出在哪里 心未死 心没有死 对于所谓佛法的根本真实要义 不是真正入你的心 所以要拿工夫出来的时候 哼 多少怪啊 总是一份说 要不要擦惯 擦 我们本来 我们最近不是都有填那个 放弃治疗的那个 你有没有填 我有填 填的是填 当然 如果你一时 不行人事 人家就照你的话咯 那你知道半吊子的要行不行的时候 你真的放吗 嗯我就再考虑看看 你又把他跳回来了 为什么 因为你觉得还有一点希望 而往往这种希望心就是让你无法念火的 你应该讲说 生死事啊 由别人去照顾 我一心求生 为什么 为什么 因为这个生死本是挂爱事啊 我为什么爱做它 也同时在这个过年的又有一位比丘尼来找我 我这个对我来讲也是一位非常好的例子 那向来心脏不太好 那最近也很积极都在念火 念火好几年了 他有一次也到大陆去某一个山 那个都是在念火法门的 他想说今天要念死算了 因为他说那个心脏经常会出问题 大家去把他念念到死算了 结果没念死 因为想说在那边念死 人家一定会帮他注念 嗯 一下找那么多人注念不容易 干脆 要请人家来 不容易 那我去找你们 嗯 那这也方便 啊 结果也没死 没死 没死 不过他也经过这样的努力修学以后啊 哎 自己对死亡也比较看得淡啊 嗯 他说我随时带着遗嘱了 啊 那 他说最近有时候心脏一痛起来啊 以前会担心说是不是就要走了 现在不是 现在痛起来的时候 我发觉就是 快终于快走了 心情不同 以前会担心会走 现在是 终于即将舍爆往生极了 第一个对法 对身体的爱走 以佛法的正念开始知道 这个生死不过是自己颠倒所成 我为何爱那一个我颠倒所成的那种 业障身 像现在这个身体 对不对 拖着一一团 到处走 我们这个身体也不是 行为罪手吗 所以我现在爱着他 却不知道真正的究竟的解脱生命是如何 比如他现在的一旦有身 心脏痛的时候 他说很奇怪 他痛我不大会痛 他痛他的 我念我的 我也不会哀伤 我又觉得说 我这样还有一点欢喜 我觉得我即将舍爆 我即将往生 我说这就对了 所以这是我 这个过年 最大的 收到的最大供养 对不对 所以从这个很多例子里面 我要讲说 这个不是一个简单的一个例子而已 我觉得我们常会碰到 问题假如没有一个 有的人是以宗教情感 勉强 不要执着 勉强 不要执着 我很少看到 有人面对死亡的 是那种坦然欢喜的 我到现在很少看到 坦然欢喜 我之前不是在谈过 有时候我们念佛求生净土 你现在放下了吗 放了啊 不然还能怎么样 这种放是 古不离杂中的 不得已的放 你知道 你现在是因为你拿不起来 只好放 和那一个我认为说 这本来是障碍我无量节的这种颠倒心 即将舍离的欢喜 和那一个我必须要 我想提提不来的放 我很少看到人面对生死这么坦然 其实应该是这样 所以我常讲说 那个广青老和尚 没来没去没事情 这样 是不是 像那个慈航法师也是 到最后 医生都不要来找我 都不要来找我 为什么 不要让死来威胁我 等在那里 怕在那里 等他把我带走 我主动迎接他来 是不是 所以吉障大师写的那个死不顾论的时候 笔一丢 若要怕死 不如怕生 若无生 何来死 一笔一丢 走 嘿 我们现在丢 就这种丢电脑 很少用笔的 对 可是你看 这个牵扯到什么 法的见 有没有建立起来 对生死有没有看清楚 那这个生死不看清楚以后 我们的念我 到底要念哪一个 你可能 当然我们现在谈的这个东西是 对于有机会 文法更深入人说的 我们不能把这样高的道理 经常在跟很多人谈 这个不能这样谈 因为有的人这样谈的话 他两头空 因为他必须要抓个东西出来 但我常讲 如果是越简单 越方便再方便的东西 相对来讲 他的保证就越来越少 唯有你自己 具足更多 跟法相应的东西 你往生的资源 你的机会才大 我们现在最大的问题是 为什么不能往生 从来没有谁束缚你 是你自己 让自己不得往生 不是吗 无印皆空 连个障碍你的都没有存在 谁障碍你啊 所有障碍你 你是自己颠倒妄想 形成牢笼 框住你自己的 所以如何跳脱这个烦恼 必须来自于什么 不是具体的解开什么绳索 而不过是了解说 这个绳索本个不存在 你本来也没有谁挂爱你的 你认为生死很难扯 无生死啊 这个道理啊 所以这个道理越清楚的时候 你对于你的修学的那个承受力也强 你不用去回避什么东西 你不过是要醒来就好了 所以 常强调的就是说 不要去解决 梦境里面 五子进的这些纠葛 你只要醒来 不是吗 你怕你梦中短命 对不对 有什么意义啊 你既无命好在那里 因为有没有长没有短 你可是这部颠倒心 给那困住在那里 所以念火的究竟意义在哪里 所以我们刚才 回到刚才的人 整个修学佛法 在不断的修学当中 它 我们会觉得 它有上路是在 它的决心有提出没有 它即便是持你念火 当它的心安住在佛法的时候 真实的功德在感应的时候 它的决心会出来 所谓决心就是 以颠倒妄想处的 揽着性会减少 这不是当下自在的东西 谁要 你何必当乞丐的 去祈求别人加持你 保佑你 不是啊 只要你醒来一下就好了 只要你稍微懂一下说 这个绳子不需要 没有人绑着你 只要你手放开绳子就好了 你懂得越多 放得越多 自在不是当下的吗 好 我们休息一下 我们的 CONNCION 谢谢 уж 这 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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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